我们要网路上抓范例档 打开Google 你都打黑板上的网址 到了教学网站这边 范例档在这边 下面这个网址按一下 然后右上角下载 它就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它是压缩档 ZIP档 所以待会要解压缩 另外一个是Photoshop的软体 点它一下 因为这档案比较大 你一样下载 能要下载再按一次 还是抓下来 你可以点旁边GoGo这里 在资料夹中显示 它是压缩档 有拉链 对着它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下载之后 它是ZIP档 要解压缩 解压缩要问你说 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选择目的地 你就点这个浏览去找位置 我们放在桌面上 选择资料夹 然后点解压缩 它解好就跑到桌面上 这桌面 一个好了 另外一个要做 另外一个是这个软体 按右键 解压缩全部 然后点浏览 找桌面 选择资料夹 记得要按这个解压缩 它就传过去了 因为档案比较大 所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解好一样会在桌面上 有软体 那这个是免安装 免安装就是你要把它 复制到桌面上 你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解压缩在桌面了 那你待会下课的时候 要把这两个放到随身碟 放到随身碟就是要框起来 按右键 这里没有传送 对不对 按这个显示其他选项 旧版的这个传送就出来了 因为这边是Win11新版的 新版的你把它按右键 它只有复制 然后剪下来 传送不见了 那要旧版的你就要按这个 显示其他选项 就会有传送到 那先下载 明天就会有 teas 词 词 词 感谢观看